工程车马毕竟是个大工程 总共有13公里 找到它是从最明显的特征看到的一双大钳子 可能是最近大龙加持多了吧 不过话说起点是从车底的大线条开始的 当然跑的时候也不容易 尤其对我这样的定向路芒来说 差点在关键路段跑开轨迹 从城市进入大自然特别的容易 一转角就是一片森林 除了开辟的小路以外 就是野生野长的小树林了 这跟上海的公园完全不一样 在上海是比较难看到野生的核木层的 除此以外 我发觉在街边也经常会看到小松鼠 尤其是这些灰色尾巴的 要比橙色的多得多 其实龟尾松鼠是从100年前的欧洲引进的 现在已经被当作入侵品种泛滥成灾了 它们经常破坏居民的房屋和车子 不过一般人是不允许捕杀松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